新欢旧爱 二选一 选我还是选他 把他抓起来 我看谁敢 别动 别动 谭旋林 把枪放下 原来是徐都军的公子 你是想要我的命吗 我不想娶你姓名 上海是我徐家的地板 你让其他兵客先走 不要连累他人 我们的事可以做下来的 谭旋林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徐都军 只要你和裴都军 联合向全国通电 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 我立马放你们出城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就是不发通电 你能奈我何 在场每一位的性命 都比我谭旋林的值钱 但是 如果我把上海 向革命军敞开呢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独军 还有镇守使们 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 你要挟我 没有筹码 怎么谈条件 文静 你要干什么 放了徐少帅 否则我开枪打死你 莫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 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 咱们还出双入队的 这晚上就拿枪指着我 真是太理人心寒了 你少胡说 明明是你绑架的我 会玩枪吗 别走火伤了自己 少说废话 我母亲的骨灰河呢 那 这样吧 你让她把枪放下 我就带你去取 晚清 别听她的 新欢旧爱 二选一 选我还是选她 唐少帅 我不知道晚清之前 跟你有什么过节 但是她的亲生母亲 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 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 夜落归根 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 亵渎亡人之事 通电全国 姿势体大 我也不是不给你们 思考的时间 只不过 徐少帅 你得跟我走一趟 等一发通电 我立刻送你回去 慢着 放了她 我跟你走 闻清 闻清冷 你这是要做什么 爸 我必须去拿回母亲的骨灰河 这位譚先生 我跟你做人质 你不要再为难 我们沐家的客人了 好意对亡命鸳鸯 你倒是给我证明 你比她更合适 我是沐家的长女 又是徐家的儿媳妇 你把我带走 是一箭双雕 同时掐住了两家的喉咙 还有谁比我更合适的 徐家的儿媳妇 我 今天徐家来这里 就是来提亲的 刚刚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 是我和徐公子 跳的开场舞 好 看来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吴小英 把人带走 杏坦的 带我走 放了沐小姐 带走 你 醒吧沐小姐 好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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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